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肯定会 我娘师父在哪 我终于赶回电话 我还你 你要干嘛 我的东西在你手上 当我狂上来干嘛 我让你把公司就卖给我 跟我一点关系都不占 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导演辛玉坤 因为有蛮多的这种 就是电影花絮 甚至还可能做一些 字幕的翻译 然后我还特别有兴趣 因为好像从别的地方 还挺难看到的 其实还挺多层次的 因为在真正正正 得到第一个让我觉得 其实心里喷一下 那个信息就是 Force的影展之前 我们得到入围的那个信息 因为那个让我来讲 那就已经是特别大的 一个好消息了 所以反倒到最后颁奖的时候 因为陆陆续续 有很多事情一直在处理 脑子门也很乱 好像就觉得 那一刻还挺冷静 或者还挺繁忙的 一直在想别的事情 就没有像之前 看到手机上 他们发布那个入围信息 哇突然就 终于好像有机会 站到舞台上了 因为其实《暴流声》 剧本写得比较早 因为是在新冰宫之前 最早是想 其实拍一个 跟自己家乡有关的 一个可能围绕矿山 这样一个题材 但在去找素材的时候 没有特别让我觉得 为之一动的一个 具体的这样一个案件 后来就想要到自己 重新去建构一个 完成一个更大主题的一种叙事 因为那可能从现实的那种题材里面 不太有这样的一个凝练 那可能如果自己去做 就会能够 我觉得是更游刃有余 但可能也同时你要面对 一个真实度 和那种真实质感的那种呈现 那在做了一个人物梗概 还有人物的那个大纲和梗概之后 就机缘巧合就先去拍了《新冰宫》 所以等回来之后 他们发现好 那个故事还不够好 那也是因为在《新冰宫》过程中 跟很多观众交流 我觉得大家其实越来越 对一个好的叙事 有强烈的那种诉求 那我想还是要把故事讲到一个 让观众觉得非常的有趣 然后非常的能够有代入感 之后你的主题才可能有一个 更好的呈现给到观众 而不是可能主题先行 让观众看到云里雾里 甚至觉得可能有些说教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奇迹 就不断地再去改剧本 我觉得在后来再重新提上日程 再去做创作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困难是 就是如何能挑战自己 因为《新冰宫》之后 大家会给导演贴上一个标签 因为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导演 但是在我自己的观念里头 电影的标准其实还要更高 它不光是有个好故事 在可能导演的视听层面 还有很多层面都要做到一个 更好的状态才是一个好的电影 所以我会希望怎么能在 保持一个讲好故事前提下 再把电影的质感 还有视听的层面提升上来 因为我会希望观众在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而不会说新冰宫再重复自己 而是说他可能又往前迈了一部 我觉得应该是在叙事上 因为在《新冰宫》之后 我会觉得其实在叙事的复杂度上 已经到了一个 不能说极限 但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高度 因为如果你再去用这样一个复杂叙事 讲一个可能 可能其实更简单的人物关系 会让观众觉得 它来得非常的炫技 并不是言之有误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在想 怎么能在一个 让观众有一点点烧脑 有一点点那种可能需要去辨别 需要去思考的前提下 来把一个悬音的故事讲好 因为你要不断地铺垫 铺设悬念 并且可能我们有三条一个 三条的那种人物 现在并行往前走 这中间可能就是要处理的事情 还要做的那种 那种 觉得书写还是挺复杂 很难的 但最终最终我会觉得 如果我的目标很明确 因为我知道要给观众 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可能往回倒推 会更容易 就是你会知道这个人物 在哪一刻 必须要有怎样的一个呈现的时候 那个模型搭建就好像快很多了 因为首先我们最早就知道 这个影片一定会在西北拍摄 因为我知道在我老家拍的时候 我知道可能这样的吃肉的场景 并不很夸张 因为我们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俗 我在想 那长万年如果给他设计一些这样吃东西的场景 应该还蛮符合人物性格的 但后来我当我把这些东西跟我的美术 跟我的摄影在聊的时候 他们突然觉得你不如把它当成一个高度的一个符号 贴给长万年 因为其实我们在张宝明这一侧一直 我们了解他在放羊 加羊很多羊 那可能在长万年这一侧 他一直跟肉跟切肉 就有这样一个符号的关联 也其实象征了他的食物链的那个顶端的那个状态 那后来我觉得每一个主创就发挥自己的能力 然后每次就提 那要不要把这个包间做成一个拱形 这样看上去就更像一个山洞 而且可能也是影射了长万年最内心的那种 那种原始的那种状态 也经历了几次改名 对 中间也是因为有的名字呢 是可能不能够很好的代表这个电影 有的名字是因为我们在去送交广电的时候 发现的名字已经被占用了 所以必须要重新再起 那最后听到爆裂无声 是我们跟整个发行团队一起开会 就觉得哪个片 哪样一个名字 看上去让观众有强烈的好奇心 想要知道到底这个故 这四个字背后代表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同时呢 可能结合我们的海报 然后你会发现无声这个词 强调了这个人脸面部的那种呆滞 然后那种可能欲言又止的状态 那我觉得爆裂是影片外化的 很多元素的一个呈现吧 比如说我们很多动作戏 有很多的包括像矿山那种爆炸 那种外部的这样一种呈现 那爆裂无声放在一起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差 它就会觉得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可能观众看完电影之后 会突然明白我们这四个字 所能够带来的对于影片的主题的那种概括 我自己会认为 其实两个影片选择乡村的这么一个环境 其实都有一点我觉得 还不是一个主题先行的一个状态 还是因为我会想要讲一个故事 这故事可能需要到乡村的一个环境 那乡村环境里面比较容易建构这样的关系 还有比如说像新疾宫里面 它必须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小的社会化群体里头 才能够完成人和人之间那种又若惊若离 而且可能彼此都知道 但同时又没有那种彼此的信任 那可能在放在今天的城市 大家都不知道对门住的是谁 所以那样的故事是成立的 《刀包雷无声》呢 我会想要 因为在我的家乡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从城市的中心 你开车可能半个小时 你就经历了繁荣繁华 经历了可能一些混乱 比如城镇 再到最后是乡村 是可能是贫穷的 那再往里面走就是大山山野 但你再往深处走 就是一个财富的一个聚集地 这就是矿山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可能这样一个很多环境地域的一个穿插 它也跟影片所要想呈现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有关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是在探索和在一个思考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还不可能这么早给到自己或者给到观众一个答案 更多的是可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视角 让观众自己去看这些人物在宿命里面的那种轮回 然后那种彼此的碰撞 彼此擦手的火花 彼此影响的结果 而且其实也是因为 我相信观众心目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你从来没有办法用一个这样的故事 或用一个电影来呈现出来 会让他们看到 好像命运的关系是如此之尽 我觉得这还是可能挺有意思的一种角度和视角 其实不是准备是这样 是我们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呈现出四种可能性 因为我刚才跟观众在交流 我说其实我自己在剧本阶段会觉得 可能在乍山那个场景结束之后 那个观众心里面那种震撼会非常强烈 但是后来在剪辑的时候 剪辑的过程中我会发现 如果观众对整个剧情还尚存疑惑 还有很大的一个模糊的话 那可能那个点就没有把我打到你 因为你可能对剧情对于人物关系的 包括人物命运的那个疑问会更大一点 那我觉得要在结局上再给到观众一些 小的细节和小的线索 让你一点点再去推敲到 也就收到推到 就是把你推到我那个锤子底下 这样我可能那一下才能真正砸到位置 才让你真的感受到这个重量 那我会觉得 如果大家仔细去分析这句话背后的逻辑 就是没这么幸运 还是说可能你要看到自己作品的问题 对因为我自己也成人确实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我在特别合适的时间碰到了合适的人 然后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帮助我们 然后完成这个电影 但是你也不能忘了中间你自己在整个过程里面所做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青年导演来讲 你要在出发之前想明白 你到底想要做一个怎样的表达 然后你不能兼顾太多 对所以可能你要清楚 你能够给到这行业带来什么 或者你能够从资本的或从公司里面得到什么 这是一个彼此我觉得选择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你很清楚想要做一个很自己的自我表达 一个很作者气质的电影 那你就尽可能的用你的创作自由度去换取所有的那种因素 那种代价 因为就这样才能让你更好的来实现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对于影像的认知 包括你要传递的一种信息 因为当你可能经过了很多的 我觉得磨难最后拍完长片之后 你有很多遗憾 你就可能是因为他们资本挟制了我 不然我去那么做 然后或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然后导致我的影片有一个问题 那个我觉得最后可能就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在出发之前都想明白该怎么去做 其实在去年差不多暴力卫生定检之后吧 就开始在收集一些素材了 我会可能想对于关于现在当下整个科技的一个发展 然后那种快速的那种迭代给给普通人带来的那种影响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但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 或者一个叙事的一个一个样式吧 然后还在想可能是这样一个主题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在一个特别合适的题材和一个故事的那种基础上去完成 如果你说先入为主的我要表现某种文化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电影了 那可能我觉得很多观众也会在你在看影之初就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电影 也会选择我是否要去理解 或是想是否要去去有那么强烈的关注去知道这种文化 可能更多的还是把它藏在一个 我就藏在故事里面 一点点的去尽头 然后让观众更好的去理解吧 不要做一个脱节 我是这么认为 其实犯罪悬疑是一种元素吧 对 它可能在任何的类型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元素的使用 也不会也不会损伤到电影本身 那我自己可能对这种元素题材特别有兴趣 所以我会觉得首先我愿意给大家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并且可能在故事层面之外 还有很多空间留给观众做一个解读 或者做一个像观众像解谜一样 然后去对主题有一个特别多的探索 也就是希望让观众参与进来 跟观众做一个互动 那可能就这算是我的电影观 那我把持这电影观继续去做电影 不管它是什么类型 不管是它是什么样的主题 那我觉得这个不会变吧 嗯 在拍新迷宫 拍爆流声的那一年 因为我们选在冬天拍摄 天气特别冷 而且大部分都在户外 所以就吃很多高热量食物 然后压力很大 经常吃夜宵 结果到拍完影片之后 就一下子到了人生最胖 然后到了80多公斤 对然后我突然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做一些尝试 让自己改变一下这个状态 所以就开始不断的去运动 对到现在就收起来了 嗯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路演中呢现在 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就越来越有信心 越来有自信 因为之前在自己闷头创破的时候 会有很多疑虑 包括观众的解读 包括观众的理解 包括观众是否觉得他超过了新迷宫 对这样一个期待 但可能越来越多的路演跟观众交流 突然发现对大家的那个满意度 还有大家对于整个影片的一个那种认知 真的是超出我的一个意料 然后也是因为这种不断的声音吧 让我相信他将来在上映之后 会让更多的观众看到 也会满足更多观众的一个观影的诉求 让大家也更相信可能年轻导演 可以带给这个市场一些不一样的电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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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